好非得不忘非得早餐 我是楠楠龍 今天民國一百三年八月九日 星期五禮拜五的時間 在週末之前七點鐘的時段 通常每個月我會 最少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會把一些的旅遊的產品放進來 放進來的用意 無非就是讓大家在不同的季節 不同的地點 尤其台灣的旅遊業者 其實很活潑 在旅遊的產品的安排上面 來講的很有梗 好所以你在旅遊市場當中 再加上台灣的人均所得 都已經三萬多了 在這種人均所得的時候 旅遊應該是你的生活規劃當中 對你來講應該是 應該是一個要有固定的 固定的一個模式跟比例 好那今天來 我們先從這個到帛琉 帛琉反正就玩水 來今天在我們現場的 那帛琉觀光局的駐台北的處長 雷軍歡迎 唐先生您好 各位聽眾大家早安 雷軍 雷軍的知名度普通 不過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威名顯赫的 姐姐是我的好朋友 叫雷倩 這個他上次來我沒有講 不然讓大家知道一下 好姐弟兩個都很厲害 好的我們會回到帛琉 因為其實其實你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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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北太平洋觀光非常久了對不對 是的超過20多年 那哪些地方呢是歸你管的 美國美國管的可能都沒有你大 管管不敢當 但是我服務的地區呢 包括關島 包括這個 帛琉 包括夏威夷 嗯 所以像天寧島啊 這些這些 塞班天寧島呢 我們之前在塞班有總代理過 對 一個飯店 是的 你看我 所以所以我 您記性非常好 所以我講的 我講的並沒有錯 就在太平洋西太平洋這個這個區塊來講 美國管的還沒有雷軍打 但是呢今天呢我們看柏柏柏柏柏柏 唉我我講我講我講柏柏 每一次我講了講去都還是二二二十年前的印象 二十年前我去了 對了那時候我在工作轉換的時候呢 就在就在我要到我要到飛碟電台主持節目前 我要讓自己散散心 我就呢飛柏柏去五天 我就呢自己進定了那個飯店叫PPC的 PPR PPR 叫P叫我我就我就訂了PPR 我跟他說你給我一個靠海邊的房間 我要很漂亮的海景 就是不出海我在那邊看海景都可以 我在那待五天 所以所以我對我對我對柏柏印象是很深刻 這二十年我柏柏有什麼變化 呃這二十年的柏柏變化非常多啊 首先唐先生您當時去的Pala Pacific Resort PPR 到現在仍是柏柏最好的一個五星級飯店 是嘛對不對 一直保持到現在 不過最近他們這幾年有新的這個變化 嗯他們做了好幾個這個Water Bungalow水上屋 所以像馬爾地夫一樣這樣延伸出去 那那個那個有吸引力了對不對 是的然後在你房間的地上你打開 然後你可以直接跳到水裡 嗯或是你可以在房間裡面你往下看 就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熱帶雨 柏柏是每個地方跳跳下去都都可以玩的 是因為柏柏主要的是在這個大的環礁啊 在外面就把海浪給阻擋 對所以您看到柏柏很多人一下飛機後 在坐車到城裡的時候看說哇這個湖很漂亮啊 嗯那完全不是湖 所以看到任何都是海 但是完全沒有浪嗯 所以第一個呢這海面呢非常的平靜 第二個這個海水的清澈度很高 所以你站在外邊你根本不需要跳到水裡 你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熱帶雨 運氣好的時候還可以看到海龜 柏柏跟台灣的關係又好 然後就往來呢也方便 好那現在台灣台灣去柏柏 台灣去柏柏現在的航班怎麼安排 柏柏去航班呢 目前是中華航空公司一個禮拜有四班 禮拜一禮拜三禮拜四禮拜六 那麼飛行時間只要三個半鐘頭就很快會到柏柏 嗯而且柏柏給台灣是免簽證 嗯而且呢台灣的駕照呢 也可以在柏柏租車啦或是騎摩托車啦 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柏柏需要開車嗎 嗯是的很多印象就成如您說啊 柏柏是一個玩海的地方 因為他是上帝的水族箱 嗯孕育了各種各樣的這種海底生物 那但是呢 那島上的路上呢也有非常多的美景 可以去總共有十六個州嘛 嗯環島一周呢 開車大概三個鐘頭左右 那可以到各個州各個海邊 那同時呢也有這個這個呃呃 非常漂亮的海景以外 嗯啊另外還有這個呃 各種的小村莊啦也可以去拜訪 真的嗎 因為我我覺得我對柏柏就除了除了到了之後呢 五天就泡在泡在水你們在各種波波不同的海 他的他的水水平面下真的是很漂亮 他的水平面下面來講呢 你一定會很讚嘆尤其對一個你不用什麼很會玩水不用什麼什麼什麼很會潛潛水波不用你哪怕呢是個門外汗那你你只要會稍微一點點的浮潛浮潛浮潛很簡單你就算不會游泳都都可以浮潛穿著救生衣跳下去之後呢你看到的水底下的那個那個那個那景色呢大概就夠讓你震撼 好但是路上的部分了我多只記得我買個tour我買了個tour在這附近反正反正那邊有很多的臺的臺級導遊嘛那就跟我講的話就帶我這樣繞一圈還好啊除了除了看到他的總總統府那個小白宮以外然後總統的跟他的太太呢在在他的後院亮衣服這是我的印象其他的都還好啊我做我所以我很難想像 帛琉還有路上的風光啊是我走的不夠透吧呃是的因為啊大部分是過去是團體旅遊的心態嗯那自由行的話那其實帛琉可以租車非常方便那在二十幾年前啊租車可能沒有那麼方便而且車輛可能都比較舊啊嗯但是現在呢有很多新型的車輛而且租金也非常便宜一天大概一千塊台幣左右真的他也是 那那是左軀柏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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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 其实是很好的一种享受 另外呢 帛琉呢 也可以到这个岛的中部 去看这个红树林 Mangaroo 那么到了那里以后呢 可以坐一个小船进去 你可以看到鳄鱼 然后看到红树林螃蟹 还有鳄鱼 所以非常非常有取势的 有小的小的鳄鱼 有时候也有大的鳄鱼 帛琉还有鳄鱼 是的 在红树林那边可以看到 所以路上呢 帛琉观光局这几年 也在发展这个路上观光 所以我们也跟16个州的州政府呢 在这个研究合作 做一些的展演 例如说在爱莱州 男人会馆 过去您看到的男人会馆 只是一个传统的 文化象征的一个地方吗 那现在增加了 有舞蹈表演 然后有自助餐 然后有导览 有介绍 所以整个把行程呢 丰富成一个文化旅游的 一个标杆 好 那如果说 因为你刚刚讲 就是华航嘛 对不对 华航一个礼拜四班 四班 他他飞怎么样的飞机 华航的飞机呢 他是最新的飞机 A321NIL 那这个飞机上面呢 非常的新颖 然后商务舱非常的宽广 另外也跟米其林餐厅合作 在商务舱提供非常优质的餐饮 所以三个半钟头的航程呢 做最新的华航的A321的飞机NIL 是一个非常享受 一个礼拜四班 对 因为我听讲这样航班的话 那表示你要去帛琉玩的话 其实你的安排就很有弹性了 对不对 就是四班 你要安排三天的 四天的 五天的 或者是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随你变了 如果这样飞的话 大概就很方便 好 那一般现在去帛琉 台湾去 团客多吗 还是自由行多 应该自由行多吧 去帛琉 因为大部分人都要出海 所以出海呢 参加团体是比较经济实惠 对的 比较安全 那一般都是有两天的出海 那出海行程就包括像水母湖啦 鲨鱼城啊 您还记得吗 水母湖 当然 有去 无毒水母 那个水母这么大一个 在你的面前飘来飘去 你都觉得不可思议 是 那个山中湖的水母湖 特别介绍一下 它 它是一个天然形成的 它是海水 它因为在山的中间是一个海水 那这些金黄色 也有白色的水母呢 因为非常多年以来没有天敌 所以它呢 这个刺呢 就变成越来越无毒 没有毒 没有毒 那在那里 水里面可以摸得到它的 但我们建议游客 尽量不要去摸它 因为Fragile它非常容易受伤嘛 对对 所以 诚如您说的 你在那游泳 感觉就是像在一个很大的水族箱 然后你看到那水母呢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因为它上来要结束阳光嘛 然后再慢慢沉下去 所以那种的景色呢 是全世界少有的 几乎你没有地方可以 可以看到这么多 这么多无毒无害的水母 在你身边 那我不晓得 您还记得有没有去过鲨鱼城 没有 我那时候没有去鲨鱼城在哪里 那您一定要再来一次 鲨鱼城呢 这个地方也非常特别 人家都说因为帛琉 因为海底的生物非常多 所以呢 鲨鱼呢 吃得很饱 它不咬人的 它那个地方的 你只要下去浮潜 穿着救生衣 你就看到十几二十条 大大小小的鲨鱼 在你的四周游过 那种的那种的景象 刚刚下去游客都会 它是野生的 它是野生的 完全野生 100% 完全野生 那是在四周这样 在你身旁游过 那很多人就是照相啊 但是不可以去触摸它了 那但是那种的感觉就是 你会又恐惧 然后又兴奋 对啊 真的安全吗 你确定吗 非常安全 因为到现在 因为到现在呢 在鲨鱼城呢 你几乎没有人被咬过 非常非常安全 因为是野生的 是的 但是 它知道那个是人不好吃吧 它吃太饱了 它不需要吃人 那另外它不是那种巨型的 那个白鲨 不是大型的鲨鱼 那有的鲨鱼我看过 大概也有100公分吧 120 150公分 所以但不会长到什么 两尺三尺那种巨型的 不会因为在外海的时候 它大部分都有珊瑚礁嘛 所以很多的鲨鱼呢 在这个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海洋生物 还有鱼类可以吃 所以鲨鱼城也是必去的地方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像 这个鲨鱼城啊 像这个水母湖啊 另外一个 您上次有没有去牛奶湖 有 把牛奶湖下去 您还记得是什么样体验吗 就就做做其实 你做一次是不够的 没有用的护肤 这就是牛奶湖 对 是的 那么牛奶湖呢 是坐船去一定会到的地方 然后停靠以后呢 导游会潜到海底 把这个沉积在海底的 这个火山泥沙白色 对那也不可思议 它光那个风光就很特别 牛奶湖的风光就很特别 然后然后捞上来 用桶子装上来 那以后呢 让游客就护肤嘛 护脸 所以每个人都会把脸啊 身上全部弄的白白的护肤 最后再把它冲掉 据说是有养颜美容的功效了 你应该是常常做的 感觉上面 应该要常常去 都还是娃娃脸 对好吧 OK好 这个牛奶湖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牛奶湖 您去过吗 鲨鱼城下次一定要来 那另外就是这个水母湖 水母湖 这都是一定要去的 像这种大概都是半天左右的行程 通常大概一般的都需要是两天 因为一出海过去 我都去一个点 去一个点的话大概半天 一个点大概两个 一个钟头左右 对啊 连交通 我建议就是 你不用安排的很急促了 就是 就是当如果 如果你有团呢 就跟着团走 如果你自己的话呢 你买个tour也可以 大概就 就是半天轻轻松松的来回 可以好好的晚假 那另外跟唐仙说明 还有各位听众报告 就是 帛琉因为有三四百个小岛 那很多人都有个梦想 说我要到无人岛 带着我亲爱的另外一半 我们享受一个非常宁静 没有打扰 然后可以完全属于我们的天地 那去帛琉就对了 因为帛琉有三四百个小岛 同时呢 事先也可以请船家准备餐饮 所以到了岛上 可以在海上 在这个岛上做pick你 然后你可以完全在那个岛上呢 没有任何的打扰 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种蜜月行程 或者是这个结婚二十周年啊 再去一次的一种感受 就是 鲁宾逊漂流荒岛一天 但是有食物 有水 有食物 有水 还有你的安娜达在旁边 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啊 我们又到 我当那个岛我不记得了 就是有当只有出海海海钓 然后出海海钓的时候 我我那次去啊 其实比较特别是 我钓到一条大的苏美鱼 保护的 现在是不可以的 但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有传说 钓上来之后 那时候可不可以吃 他说可以 国宝鱼 对那个时候还蛮大的 他说这条很很很大 就钓钓了一条 那个是我的经验 有照片 不过我已经不知道在哪里 好 那除了除了这几个点之外 还有哪一些 还有例如说像这个大断层 大断层呢 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就是他船开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那可以在那里浮浅 然后你就看到 哇 几十公尺一直下去的断层 所以在那里浮浅呢 或者是他是一个潜水上帝 很壮观 是的 然后沿着断层旁边 就有各式各样的珊瑚 没错 可以在那里 然后热带鱼就非常多 热带鱼非常多 然后看到底下是一望无际的这个深渊 对 那我上次去很特别 就是有看到六七位在那边潜水 所以你在浮浅的时候 你就看到 哇底下的人 直接在底下潜水 然后那种乐趣 实在是全世界少有的地方 您潜不潜水 我我只潜过一次 就是在训练的时候 但是基本上就不能说会 会这个scuba diving是不会的 但是但是我我一直强烈 就是去帛琉啊 哪怕你没有潜水执照 没有受过潜水训练 你甚至说你不会游泳 你真的都不用担心 就穿着游泳衣 你只要会穿游泳衣 然后呢 你能够能够带着挖镜会浮浅 我觉得帛琉就够让你快乐 是的 诚如刚刚所说的 帛琉因为是大环礁 在外面就阻挡 所以大部分的这个这个海域 你看到的海域都是平的 都风平浪静 那有三四个三四百个岛屿 所以在岛屿的时候 那个沙滩非常浅啊 就是你带着挖镜 然后穿着救生衣 或者你趴在那里 你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热带雨 甚至呢 在我们的马路上市区 这个这个马路上旁边有海的话 都可以清清楚的看到各种各样的 这个热带雨 所以在那里呢 真的是一个浮潜的一个圣地 不会游泳也是很好 对 所以他的他的保育是做得非常好 是的 帛琉在这几年呢 大力的发展保育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 Shark Sanctuary 就是禁止捕鱼杀鱼 因为在二十年前呢 那时候有很多东南亚的渔船 到帛琉去捕鲨鱼 那么只为了那鱼翅 那当然那是一个高经济所得 那但是帛琉呢 为了这个全世界保育 他是第一个国家 禁止鲨鱼捕猎鱼 第二个呢 帛琉把所有的经济海域 在这个经济海域里面呢 全部设定为 no fishing zone 就是完全不可以捕鱼 完全不可以捕鱼 所以帛琉呢 在把为了全世界的这个海洋生态的保育 他做了极大的贡献 小的国家也可以对全球暖化啦 海洋保育做出贡献 他放弃了他的经济所得 第一个 他禁止所有的捕鱼 所以过去有些渔船呢 可以到帛琉捕鱼啊 可以有很多的靠岸的费用啊 还有这个运送的费用啊 那这些呢帛琉都全部都停止 那第二个呢 这个禁止捕鱼 那另外呢 帛琉对这个海洋保育 也禁止用一般有害的 这个suntime lotion 就是防晒乳衣 因为你去的时候 你就抹很多的防晒乳衣 是的 所以这个世界的海洋大会 United Nation的Ocean Foreign 在两年以前就是在帛琉所举行 那对于这个蓝色海洋经济 全球暖化 帛琉呢 都做出非常大的贡献 要跟这个唐先 还有各位听众报告 帛琉只有一万四千多个人的国家 所以它是一个不大的国家 但是呢 它对全世界的付出 值得我们去尊敬 所以很多人去观光呢 也带着一种朝圣 带着一种感谢的心情 这个国家不但是我们的友邦 它也是世界海洋重要的保护者 好 那可是现在去帛琉会不会贵 现在去帛琉到今年年底呢 中华航空都有推出非常优惠的票价 那现在其实去帛琉呢 要比往年要来的经济实惠的多 因为在航空的票价上有做调整 而且一个礼拜四班呢 成如您说的可以自由安排行程 那在役后呢 帛琉的这个饭店啊 或是坐船啊 这些并没有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役后就水涨船高 所以饭店的费用 各餐厅的费用呢 跟这个三年以前 五年以前几乎是差不多的 所以在以这个消费的这个方面来讲呢 并没有特别贵 一般的观光团大概主流行程 只要抓几天 一般大概是四天跟五天 那五天呢会比较多一点 那在市场上的价位呢 从两万多到五万多都有 看你住的饭店 看一饭店的差别 但是行程几乎都是两天的出海 都有完全的包括 华航台北的飞机几点的时候出发 都是在早上九点半跟中午十二点半左右 那那边回来呢 回来说下午大概四点多 跟这个六点多 OK那基本上就是很完整的 大概就是四天的时间 如果五天的话 大概你可以抓个完整的四天 好其他的呢 大家呢就自己订订机票 团的话呢 我相信在台湾的主要的旅行社呢 大概配合的华航航班 大概许多的旅行社呢 都有呢 帛琉的这些呢 观光的规划 行程上面大同小异 坦白讲就帛琉的那些热门的观光景点 你去大概一定会安排大同小异 但是你要住怎么样的饭店 吃怎么样的餐食 这个呢 价格就会有差异了 要几天 那人均选择 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 前进的帛琉水乐园 华航美洲四班的独家直飞 在我们现场的帛琉的观光局呢 驻台北的办事处的处长雷军 感谢雷军 谢谢 下回聊 大家呢 自己买机票 来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来我们的名称世界的游轮 游轮现在呢 非常非常夯啊 比如说我们的友台 友台呢 他们现在正在呢 正在分两批呢 去游轮旅游 所以呢 游轮旅游在亚太地区 尤其在这个季节来讲 是非常棒 只要不碰到台风 来进广告 回头做游轮旅游 我们回到回到我们的旅游单元 那我刚提到呢 我们我们搭邮轮 当然现在 呃 因为整个亚太地区 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非常好 所以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 当然不是只有夏天 那夏天会特别明显 整个西太平洋 除非遇到台风 否则风平浪静的时候呢 是整个的西太平洋呢 海上活动的最最热闹 然后呢 最繁荣的时候 那许多的这些的游轮公司 不只是在本地经营 尤其从世界各地呢 都会有一些大游轮 那跑到亚洲呢 来揽客来活动 那他也成为呢 在亚太地区 到了夏季的这半年的旅游当中的 热门的选项 好那台湾的毕竟呢 在这个区块当中 那在这个岛链当中来讲呢 已经参与了这样子一个游轮的航线 或者说经营已经非常久的时间 也陆陆续续呢 有许多的这些知名的游轮 游轮公司 如果到了亚太地区来讲呢 大概都会都会多多少少 会规划或者选择呢 在台湾 不管是基隆啊 或者高雄啊 parking一段时间 那经营一下呢 台湾的市场 好不过最近几年 尤其在疫情之后了 2023年之后 那疫情解封了之后 因为在疫情期间 老实讲 游轮公司受伤是很重的 观光业伤的都都非常重 那不是只有海上跑的 天上飞的都一样伤的都非常重 但是游轮特重 因为在毕竟 大家在一个 一个相对的封闭的空间里面呢 大家呢 要相处个几天的时间 尤其之前发生的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走日本的那样航线 一开始真的把自己给 把大家都给吓坏了 所以呢 邮轮在疫情期间呢 受伤非常非常重 好 疫情过了之后呢 那整个邮轮旅游呢 重新回来 来今天 在我们的现场的 我想最近大家可能呢 可能慢慢的重新认识呢 台湾的这个邮轮旅游的环境呢 跟规划 大概都知道呢 民生事件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 民生事件 邮轮业务部的副总裁呢 Victoria欢迎 谢谢 谢谢 谢谢唐大哥 Victoria在游轮 在航档多久时间 我其实在游轮 继业大概20年 今年是第20年 好 那民生事件 是一个怎么样的 游轮品牌 民生事件 我觉得是一个 CP值最高的品牌 然后那我们也一直在 探索自己 就是因为 现在世界上 有大大小小 这么多的游轮公司 那大同小异 所以呢 其实我们的特色是什么 我们在台湾 今年推出的一个slogan 我觉得也得到了 蛮多的认同 叫做 我们是最懂台湾人的游轮 那我们的经营团队 从民生事件 很多人知道 有Las Vegas的 这个民生事件酒店 它本身也是我们 母公司的集团 所以我们在餐饮 然后在酒店运营上面 我们都是一个 资历很久的品牌 所以民生事件 这个游轮品牌 算是美系的资本 应该这样讲 我们的母公司 其实是马来西亚 那我们是在疫情的时候 反向收购了 民生事件 所以我们是亚洲人 在运营国际品牌 所以常常 我们都这么介绍自己 我们是一家 具有亚洲DNA的 国际公司 那么我觉得 不只是最懂台湾人吧 我们应该讲是 最懂亚洲 因为这个就是 where we come from 这就是我们自己 好 如果你认识 Victoria 你可能知道Victoria 是大概台湾最早 去参与 邮轮业务的经营 跟行销的 好 那民生世界 现在在台湾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运作 运作形态 是 我们是疫情后 在去年第一家 那到目前为止 也是市场上 唯一一家 回到台湾这个舞台 自主运营的 邮轮公司 那这个可能 大家不提的话 没有特别的敏感度 因为市场上 今年可能就有 四家邮轮品牌 都在吉隆出发 那有部分 也有到高雄出发 但是实际上 除了我们 民生世界之外 其他的是属于旅行社 台湾喜欢park 就是几家旅行社 一起去做包船 那么民生世界呢 是直接自己公司 到台湾 那其实坊间 大家也会问 所以你们算是 真正以台湾 为母港的 为母港 然后我们也是打算 在台湾生根 长期经营的 对 所以我们在台湾 有注册公司 那去年我们是走高雄 我们在高雄香港 作为双母港 那去年我们一共 就承载了 有28.8万的人赐 所以是蛮认真 在从事这个部分的经营 今年我们就从南台湾 又回到了北台湾 这个舞台 包括今年我们在走 基隆的这艘船 叫做民胜世界一号 我们到基隆的时候 有人说 你们又回来了 因为这个船 看起来不陌生 是 其实我们也是 台湾的老朋友 那么以民胜世界游轮 这个新身份 回到台湾的市场 原来这艘船 是处女星号 处女星号 对 也是探索梦号 当时是在疫情的时候 唯一一艘 我们那时候叫做 全球暂停 台湾继续 只有台湾的游轮行业 是最晚暂停的 对 就是那个时候 大家讲的泡泡旅游 对 就是台湾因为疫情控制的 很好 所以如果你只是在海上活动 从基隆出发 然后海上玩一玩 再回来 OK那安全 对 那刚刚那个唐大哥提到了 就是一个疫情 改变了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没有改变的是 这家公司对于台湾的认定 那台湾其实尤其是 怎么讲 以基隆为代表吧 包括高雄 台湾是整个亚洲的 游轮市场上排名第二 仅次于中国 那在疫情前的时候 我们在全世界的游轮行业 不仅止台湾母港出发的 台湾的旅客就占到14.8 将近15% 所以其实台湾的旅游行业 蛮有潜力的 台湾人喜欢游轮 很喜欢 喜欢游轮 所以你说中国大陆人多 他如果排第一 我不觉得奇怪 台湾2300万人 不过上传很多 尤其你刚刚讲 你们去年先开高雄 跟香港的航线 那其实如果没有 你们就说 民生世界经营这条航线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 高雄跟香港没啥感觉 对 其实去年真的是做得兢兢业业的 很短的时间准备 但是我们产生的绩效非常好 那不仅是 因为观光署其实也是在看 因为从疫后的旅游的一个复苏 是一个很严峻的课题 所以那去年我们不只是台湾的旅客 然后到香港去 民生世界我们有10个海外市场 还在逐渐增加当中 所以其实去年我们也带了很多 境外的旅客进来 包括是他们飞到香港 然后从香港搭乘我们的邮轮 到台湾来 然后并且是可以在台湾本地 待两三天 然后进行陆地旅游 这个其实对于国内的旅游经济 是有很大的帮助 好 来回到台湾的部分 那你们现在是民生世界一号 就你刚刚讲的过去的处理型号 那先介绍一下这条船 因为这条船处理型号 我搭过 好像是到石渊岛还哪里 不过那个好一阵子了 那民生世界一号 这条船是一艘怎么样的船 在你们接手了之后 为这条船做了怎么样性的安排 是 很多人对立行游轮不陌生 比如说他大哥刚刚提到的 对 他毕竟在台湾也很久 是 所以感情上面是有的 但是你除了感情之外 你现在新时代 你回到这艘游轮上面 你希望看到的是 焕然一新 或者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我想我们第一个在进行的是 里面餐饮的升级 所以从去年到今年 如果说市场上有留意我们的广告 这艘船目前号称叫舌尖上的游轮 就是我们 吃多重要 吃非常重要 台湾人对吃那个是第一个考核标准 如果你吃不过就完蛋 三万多 对 是 那我们在船上呢 我们除了所有游轮必须要有的 西餐厅自助餐之外 那我们还是市场上独家的免费中餐餐厅 这个可能对大家觉得 你免费中餐 当你出门的时候 中餐就很重要了 当然 对 你这个口味改不掉 一天撑撑得住 两天撑得住 三天大概就撑不住 不行 对 然后也 那我们也是中西合并 所以你总是可以吃到一些 你习惯的口味 那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的一大特色 我们的免费中餐餐厅可以冲烧海参吃到饱 吃到饱 真的 是真的 有 我被很多人检验过 对 海参你到一般的中餐馆里面 就是 也就几条 这种姜浙菜 一条再给你剖个几段 大概就差不多了 一盘卖卖你个五六百 冲烧海参大概就这个价位 对 所以我常常拿这个东西来举例 然后人家都说你说的真的假的 我要上去看看 然后上去检验以后发现说 哦 你讲话是真的 当然 光是这个吃到饱 应该 应该就值回票价 对 开玩笑 继续 是 然后那 也很多人在讲 就是市场上很多的船 比我们新 确实这艘船不是新船 但是我们一直在提示 CP值很高 我们很难说 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上面改装 花了多少钱 因为其实 它整个的一个 升级的过程 我们是天天月月年年 它是时刻在进行的 因为它一直在运营 我们没有可能说停下来个半年一年 然后就整艘船去做改造 我们没有 那成本太高 对 所以我们是时刻在进行升级 所以刚刚讲的餐饮 它就是第一个我们去调整的 那我们目前也是市场上最多老饕 公认 称赞来 俄罗说 OK 你们这个餐饮真的很不错 然后那包括我们长行次的 比如说四天以上的 我们有升级免费自助餐 变成是烧烤 烧烤上面是有牛排 海鲜烧烤等等 这个全部网路上的网友 都有图为证 对 所以这个第一个是餐饮 它是不分仓等都供应 对 我刚刚特别提到的 免费是一个关键词 那我们船上当然还有一些特色的付费餐厅 那付费餐厅怎么样来理解它的价格 比如说波士顿龙虾 一千多块 那这个以台湾市场上来看 已经是一个CP值非常高的 那甚至于是我们的 比如说午餐或者是晚餐 那种特色餐厅的套餐 和牛的也大概是一千多块 那么宵夜 我们有像供丸米粉 这一类就是一味一味的宵夜 70块台币 通话街夜市可能都找不到了 夜市价格同版价 对对那我们啤酒 100多块台币 是热炒店的啤酒的价格 所以我们也在打破传统 觉得说你上了邮轮以后 我就是一直守着我的荷包 是在谨守钱包大作战 你没有去看价格表 你可能就会觉得它一定很贵 我们现在是直接让价格 让你看得很清楚 你来决定你要不要买单 那可能很多人就觉得 那这个跟我去宜兰一样 去墾丁一样 我花得下去 并且我们在这个服务跟风味上面 我们做了很好的这个 怎么讲保证 今年我们还有米其林的这个 叫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一些 餐食牛肉面等等上传 对 我跟你说 因为我要这样进广告 可是你成功了 你有打动你 好 来在我们的现场的是 民胜世界游轮的业务部的副总 徐木柔 那Victoria 我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那这个夏天 我周围已经 其实有些人 已经在这搭你们的船 好 但是民胜游轮 现在回到基隆之后 你们的航线 是怎么规划的 OK进广告 回头之后 请Victoria介绍给大家 好 欢迎回到飞链部 我们飞链早餐 我是谭香龙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Victoria 第一次来 民胜世界的游轮业务的副总 徐木柔 刚刚讲到 他们从去年 经营了高雄跟香港 我刚听Victoria讲的 我也很厉害 因为我一直认为 高雄人对香港 对港澳是冷的 可是到了 到了今年 我才改观 他不只是你们的 你们的航程的问题 而是现在还 增开了高雄 到香港的航线 表示其实真的是 有不少南部人 就是跑去香港玩 好 这个改变大家 对一些周围的旅游 台湾做个海岛 周围的旅游的认知 好 当这个名胜世界一号 回到基隆 以基隆为母港 实际上 他跟基隆比较亲 他毕竟待基隆时间 要久很多 而且基隆 毕竟北台湾 这才是整个旅游市场的重镇 好 你们现在回到基隆 母港 你们航线是怎么规划 我们今年从暑假开始 7月12号 其实我们现在运营了 一个月了 我们有周末 周末Friday Cruise 礼拜五出去的 欢乐游 免请假 晚发五回 还有礼拜天到日本 我们前往九州加冲绳 这个是市场独家航程 对 因为我们号称叫做 亚太航速最快的船 所以我们六天五晚的航次 我们会跑两个九州的城市 比如说熊本鹿尔岛 回程的时候 最后经过纳霸 那么因为反应非常热烈 我们是斑斑满船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 加开了秋季航次 目前在台湾 基隆出发 我们延期到 一路延到10月13号 是最后一个航次 那么秋季呢 因为大家比较没有暑假了 所以我们是短天数 两晚三晚 然后呢 以及还有就是 每一个月 九月跟十月 各有一次 刚刚提到的六天五晚的行程 依然是走路尔岛 然后熊本跟那把 对 如果你斑斑满船 你还来干嘛呢 我九月十月刚开卖啊 我开玩笑了 好了 因为你刚刚讲的 就是说周末的明请假的 就是礼拜五的 帮晚上船嘛 对不对 对对 我们晚上开船 然后礼拜天的中午左右回来 差不多 然后我们礼拜天出去 也有两晚的 礼拜天 礼拜三 然后还有礼拜五 我们目前是大概 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那这种的行程 因为许多人 如果你对邮轮旅行不熟悉 或者说呢 你没有 你没有答应 或者说那都不靠岸 都不下来玩 没意思 错了 就是 其实 如果你真的要 轻轻松松度个假 我是很高度推荐 这种三天两夜 那晚去 然后呢 在海上呢 你就是安心的在海上呢 就渡个假 吃吃喝喝 是 而且我们今年 其实刚刚除了 舌尖上邮轮之外 我们在娱乐活动上面 是大家嘛 秀呢 我们的秀非常好看 你真的就是有把握 我非常有把握 真的 唐达跟你上来检验 那个跟你的晚上呢 能不能够happy很有关系 我们非常happy 我们光是以前叫 salloway party 就起航派对 但是我们现在变成是 一秒变夜点 你前一分钟 你还在看秀 下一分钟 你人本身已经到舞台了 然后我们还做了动幻 就是把现在时下流行的 魔术跟马戏 然后加上这个动画 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船上 目前这个礼拜 正在开行的是 包伟明包老师 帮我们在主持 做海上艺术季 我们还有画家 在现场做画跟拍卖 那还有海上占星等等 我只能说就是 如果以前搭过我们的船 来看看我们现在有什么不同 如果没有搭过游轮的 上来尝试一下 真的很好玩 对 短天数据也很适合 企业航号的团建旅游 尤其是9月10月 好 我很喜欢Victoria 讲话很有自信的样子 毕竟我游轮搭很多 所以TT讲的时候 我就要检验一下 处女信号 它满载多少人 我们现在 我们2400人 我们其实满载1900啦 但是因为暑假 其实我们房间 几乎都是三个人以上 对 所以我们大概这一次 每次出去都是2400 其实不少 所以你的餐食跟秀啊 跟它里面的这些的 facility啊 要满足大家 我觉得是经验 我们的服务经验 对对对对 我跟你讲这个呢 这个对于 对于游轮公司来讲 绝对是很大的考验 好 那你刚刚讲的餐食秀 他有个问题就是说 好吧三天 如果是三天两夜啊 你说吃 不会腻 看秀 两场秀 OK 晚上不无聊 可是如果你要到 四个晚上 五个晚上 所以你的餐食跟秀 我们天天有主题 不重复 不重复 不会腻 不会 我跟你说 因为很多游轮公司 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我刚刚说了 我们是一个专业 有经验的游轮公司 我们每天的这个秀 是主题是不一样的 包括餐食的主题 也不一样 我们的西餐 有这么大 镜头看不到 这么大的 大的牛西 好吧 我要怎么比呢 因为我是广播节目 好吧 就大概比个小孩 快张脸 对比个小孩的头 都可能都要大一点 好 那当这个 你上了船之后 我搭过很多游轮 餐食之主要很重要 是因为有一些的游轮 不管它的 它的航程的规划 如何如何 可是在餐食当中 你会看得出一个 游轮公司的诚意 有没有用心 对 你有没有用心 因为它毕竟是 你在游轮当中来讲 它不是打发时间 而是很多人 是把游轮当作是一个 度假 家庭聚会 或者是 so social的机会 那在那个场合当中 提供 提供 提供餐食 那晚上的时间 并不是每个人 都是夜猫子 但是晚上要睡觉之前的 那段的时间 能不能有一个 happy ending 秀 我觉得那是很精华 这个我们是国际级的表演 所以我们的秀 都是这个非常精心的安排过 我们其实这一次 在7月12号 在基隆 我们做了一个开箱体验 很多人说 你们都是请了媒体 去做广告 我们这次有400位大众评审 在船上亲眼看到 我们这些娱乐表演的花絮 我们是把它绘成了一个花絮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经得起考验 所以有机会应该来看看 因为他们是常常现 把台湾当母港的经营 他们当然要努力的去 我们做品牌 让台湾人觉得 这就是我们的船 所以他们在经营台湾人的船 所以他们用 非常的台湾人的在地的感觉 好 当然名胜世界一号 现在以基隆为母港 那他连他连9月之后 暑假之后的航程 都已经陆陆续续都开出来了 那你要去订这些航程 不管是暑假的时候 或者暑假之后的航程 暑假他刚刚已经讲了 斑斑克克满 暑假之后的航程 你要订的时候 跟任何旅行社都可以订得到 对 我们有直订旅行社 但是现在是各大旅行社的平台 都可以订得到 OK 或者你可以先Google一下 Google名胜去世界 先把这些 反正他们在Google之后 先进他们的官网 把他们的所有的这些的 这些的facility 介绍 导览 先看一下 然后再开始 安排自己的行程 那行程是非常有弹性的 好 非常感谢 今天的第一次 来到节目的现场 民生世界游轮 回到了台湾 民生世界一号 回到了基隆 从暑假已经开始了 在我们现场的 民生世界游轮业务部的 副总的徐木洛 Victoria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感谢 谢谢 谢谢 谢谢陶老师 你过关了 谢谢 你过关的原因是因为 你想去 有打动我了 好 我们下回来 谢谢 来 进网告 回头新闻 谢谢 谢谢 谢谢